那接下来呢 想给大家讲一讲中草药的故事 说到中草药呢 我们中国的老祖宗 他使用中草药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了 那么在远古时代 有一个我们祖先当中出了一个伟人 我们把这个人呢叫做神农 这个人呢 他很有意思 非常的有本事 他呢 去到山上 到野地里面呢 去采集各种各样的这种草药 因为他知道呢 在大自然当中 长着一些特殊的草 这些草呢 他能够去治疗人身上的这种不舒服 治疗人身上的这些疾病 所以呢 他就不去务农 不去狩猎 他就去采摘这些草 然后呢 他自己亲自的去尝这些草 他看看这些草 是酸苦 甘 新鲜 是什么样的味道 然后他自己用心去体会 这些草药吃到他的身体之后呢 他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感觉 他把他自己的这些 尝到的味道 他体会的这些感觉 把它记载下来 写了一本非常著名的书 叫做神农本草经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最早的这种草药学的这种专注 在这本书当中呢 他把他所尝到的这些草药呢 列为了上品 中品 和下品 所谓的上品 也就是说呢 这些草药是他感受是最好的 怎么样好呢 吃了以后身体会强壮 而且呢 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反应 把这样的药物呢 列为了上品 还有一些药物呢 吃了以后觉得身体不一定强壮 但是呢 对人体没有什么危害 把它列为了中品 还有一些呢 就是吃了以后他觉得不舒服 比如说吃完呕吐 比如说吃完了拉肚子 比如说吃完了身上怕冷等等 但是呢 这些草药他吃进去以后呢 他觉得能够治某些疾病 他把这样的药物呢 列为下品 所以呢 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呢 把草药列为了上品 中品和下品 神农他就是凭借着 他自己的这种感觉 这种体会 他成就了中国的 最早的这种本草专注 那么到了明代的时候呢 又出了一个本草的 一个非常著名的专注 叫做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呢 现在已经被列为 世界文化遗产 这个是在600年前 有一个叫做李时珍的草药学家 他再次去到上山去采草药 他去看这些草药 它长成什么样子 它有什么样的功效 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性 他把这些草药呢 收集起来以后呢 写成的叫做本草纲目 一共有52卷 1095种药材收录进去 那么这本草药学的巨著呢 他用他自己非常特殊的 这种分类方法 那么比这个西方的这种草药的 分类方法呢 早了100多年 那么本草纲目呢 现在依然也是我们中医的这个临床医生 使用草药的一个经典的著作 是我们必须要去读的 它其中呢 详细地记载了每一味的草药 它有什么样的品性 什么样的特点 它有什么样的味道 它会进入到哪个经络 进入到哪个脏腑 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治疗什么样的症状 缓解什么样的疾病 所以呢 本草纲目 它的里面的内容非常的全面 也是我们现在这个 大家经常要用到的一本书 那么说到这个草药 我想我不得不去提一个 非常著名的事情 那么就是青薅素的故事 大家知道呢 这个在我们中国中医科学院 出了一位非常著名的教授 他叫做图优优 他发现在青薅当中 有一种物质叫做青薅素 青薅素呢 可以治疗瘧疾 他发现的青薅素 挽救了上百万人的生命 他是怎么样去发现青薅素的呢 那么这个时间呢 我们再回到这个20世纪的60年代 那么那个时候呢 我们中国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这个研究小组 我们希望能够在草药当中 发现治疗瘧疾的这种有效的物质 那么在经历了成千上万次的实验之后 我们筛选了大量的草药 但是没有找到一种完全能够把虐原虫杀死的这样的这种成分 这个时候呢 作为这个医疗科研小组的这个组长 也就是图优优老师呢 他又想到 我们还要从古籍当中去看看 我们古人 他们怎么去治疗这个虐疾的 这个时候呢 他在我们的图书馆当中呢 翻到了一本书 叫做《肘后被疾方》 《肘后被疾方》呢 它是近代葛洪写的一本书 在这本书上呢 他记载了当时的古人治疗瘧疾的一个方法 这个时候他就是用青蒿来去治疗 青蒿一卧 以水二生自 搅取之禁服 图优优老师就讲 哦 青蒿能够去治疗瘧疾 可是青蒿的药物 我们都已经筛过很多遍了 没有 虽然有效 但是呢 他不能够百分之百的去杀民虐原虫 那是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图老师再去反复的去阅读这本书的时候 他突然有了一个灵感 古人呢 他是用青蒿一卧 一把这个青蒿啊 蒿草 要用二生的水去治 也就是说要去浸泡它 浸泡完了以后要去搅 把它搅脂 搅出来的这个仙药的这个药汁 要去喝下去 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 那么这样的这种服药的方法 制备药物的方法 和我们现在用的这种 用热水去煮 用水去煮的这样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这个时候它突然产生灵感 是不是因为我在煮的过程中 加热的过程中 把青蒿的有效的成分给破坏了呢 所以呢 他就采用了冷提取的方法 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 通过冷提取出来的青蒿的这些成分 它杀灭虐原虫的这个效率是100% 所以呢 在进一步的去探索 他在冷提取的这些成分当中 发现了一种物质 叫做青蒿素 青蒿素的发现 是我们世界医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因为在那个时候 瘧疾是一个不治之症 有着上百万人 他饱受瘧疾的这种伤害 这种痛苦 那么发现了青蒿素之后 他可以100%的杀灭虐原虫 可以他挽救了上百万人的生命 那么直到现在 在疟疾肆虐的这些地区 在我们的东南亚地区 在非洲地区 青蒿素仍然广泛地使用 青蒿素是图幼幼老师呢 得到我们古人的这种 智慧的这个灵感 然后他采用了冷提取的方法 去发现了青蒿素 也是我们在中国古代的 这个医学宝库当中 汲取出来的这种智慧和能量 那么我们想呢 在这个宝库当中 它仍然有更多更多的草药 有更多更多的宝贝 还没有被发掘出来 所以呢 我们要不断地从中去学习 去寻求 去找到更多的 对抗疾病的这些有效的物质 我们刚才说到的呢 是图幼幼老师呢 发现青蒿素 他获得诺贝尔奖的 这么一个故事 实际上我们翻开中国的这些古籍 看到我们的这个老祖宗 这些医生呢 他们去治疗疾病的时候呢 并不是单单地采用 某一种药物去治疗 他往往要采用一个处方去治疗 也就是说呢 他要把不同的草药 给他调配在一起 通过煎煮 通过酒蒸 通过打散等等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把他们制成一种药物 然后去给患者去使用 那么在怎么样 去把不同的药物去 放在一个处方当中呢 那么我们中医学呢 他有一种说法叫做 用药如用兵 也就是说呢 每一位药物就像 你这个部队当中的 每一个士兵一样 每一个药物 他要发挥他自己的作用 那么就在排兵布阵的过程中 每一个士兵 每一个位置 他都发挥他不同的作用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一加一一定是一个 大于二的一个作用 所以呢 中国的中医生 他开具的这个处方 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若干的草药 排兵布阵 在一起成为一个 复方的草药 在这个阵列当中呢 我们把它归为 君臣佐使 也就是说呢 每一位药 它发挥的作用 是不同的 君臣是在这个 阵列当中的君王 是这个阵列当中的主帅 他发挥着最主要的 这么一个作用 陈药 也就是说呢 是辅助最主要的 这个药物去发挥作用的 去和他共同去抗击疾病的 我们把它叫做陈药 还有一些左药 是再去辅助这个陈药 去发挥作用的 再去帮助这个君药和陈药 共同去抗击敌人的 但是他的力量呢 是在君药和陈药的指导下 去完成他们的任务的 同时还有使药 使药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一个方面是引经 帮助这些药物 进入到敌人的体内 帮助这些药物进入到 这个疾病的最深处 再有呢 它可以去调和 成为信使 让君药 陈药 左药 形成一个整体 那么这个是使药的作用 我们在一个处方当中 不同的药物 它占有不同的位置 发挥不同的作用 那么把它构建起来 就形成了一个中药的副方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一位单位的草药当中 它就有成百上千个成分 那么在一个副方当中 每一位药物都有成百上千个成分 一个副方当中 它的成分就非常的庞大 而这些成分 在监筑 在进入到人体内之后呢 它又发挥着非常复杂的作用 这就是中药 附方的这种复杂性 很难去被 现代研究所去诠释 但是呢 我们在临床上 是可以看到 这些处方的有效性的 接下来呢 我想给大家介绍两个中药副方 作为小例子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例子呢 叫做四菌子汤 四菌子汤呢 它主要是由四味草药构成的 君子在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当中呢 它就是绅士 就是很谦和 又是对人有益的 这样的这么一个称谓 四菌子汤呢 是四种对人体有益的 起到一个补益作用的 这么四味药物 它们组合在一起 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复方 这个四菌子是哪四菌子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人参 白竹 茯苓 甘草 这四味药呢 在我们中医的理论当中 它是有补气的作用 或者说呢 它可以补充人的这种能量的 这种作用 这个处方 它出自宋代的一本书 叫做《太平惠宁合计菊芳》 这本书当中 记载的四菌子汤呢 它有这种 这个补义的作用 有补气的作用 也就是说呢 给人体更多的这种能量 能够让人精力充沛 精力旺盛的这个作用 那么在书上呢 把它叫做 意气健脾 为什么说健脾呢 中医认为脾胃呢 是我们人体消化系统 喝进去的水 吃进去的食物 都要通过脾胃的消化 把它转化成人体的这种能量 所以你的这个脾胃的功能强大 你身体呢 就会这种气呀 血呀 这些人体的这种 运行需要的这些物质呢 它就会充盛 那么四菌子汤呢 它可以帮助脾胃的这个功能增强 可以让人体呢 得到更多的气 也就是得到更多的能量 四菌子汤 它可以治疗什么样的疾病呢 我们把它叫做脾胃气虚症 也就是说 我们有的时候 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人群 什么样的人呢 他总是觉得 哎呀身上好像没劲 会觉得乏力 就觉得身体没有力气 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 然后说话的声音呢 也是窃窃的 声音小小的 平时呢不喜欢动 他就喜欢待着 觉得好像气上不来的这种感觉 脸色呢又是黄黄的 没有任何的光泽 吃饭呢也是吃得很少 觉得吃不下去 没有胃口 大便呢是吸的 是糖的 不成型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群呢 我们把它叫做脾胃气虚的人群 这样的人群就需要采用四菌子汤 来把你的脾胃调理好 这样呢你吃进去的食物 喝进去的水 它才能够转化成 我们人体这个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需要的这种能量 有了能量以后 人才会精神饱满 才能够这个有活力 所以呢四菌子汤 它是一个给人带来活力 带来能量的一个厨房 那么如果要是我们自己在 工作生活当中 我们碰到这种 哎呀觉得身体疲倦啊 乏力啊 没有力气 不爱吃饭 肚子胀 这样的这种朋友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给他用一点四菌子汤 来补充他人体的这个能量 那么使用的时候呢 人参 白竹 茯苹 茯苹 干草 每样呢用一点点就可以 每样用两到三克就可以 特别是人参 如果要是用的多了呢 你会有一种上火的感觉 而白竹和茯苹呢可以用到三到六克 干草也可以用到六克 我们把这样的草药买回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加水去煮个二十分钟左右 然后就可以去喝这个汤 喝完以后呢 我们可以不断地蓄水进去 然后不断地去用这个来泡茶 就相当于你每天喝的水了 它可以源源不断地补充你人体的能量 让你的这个脾胃 运化的功能更强大 那么刚才给大家说到的是四菌子汤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处方 下一个处方呢 叫做饶药甘草汤 饶药甘草汤呢 它是一个出自《商寒论》 是一本非常著名的古老的一本书 这个饶药甘草汤呢 它的方式组成非常简单 只有饶药和甘草两味药 饶药呢 它是一个羊血揉肝的一个药物 它可以缓急止痛 甘草呢 是一个有点点甜味的调和猪药的一个作用 那么饶药的味道是酸的 甘草的味道是甜的 我们中医认为呢 酸味的这种药物和甘味 就是甜味的这个药物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它可以补充人体的阴血的不足 什么叫做阴血不足 什么叫做经验收损呢 那么当我们比如说过度的劳累 过度的消耗 比如说熬夜啊等等 这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会耗伤我们人体自己的 这种身体内的这种阴血 也就是耗伤我们人体自身的一些物质 比如说我们说到的阴血 就是血液和这个液体 也就是体内的这种体液 那么当经验受损阴血不足的时候呢 我们这些血液啊体液啊 它不能够去滋养我们的筋脉 不能够滋养我们的皮肤 不能够滋养我们的内在脏腑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疼痛的现象 有一些朋友到了40多岁50岁之后 他就会觉得 怎么关节开始出现疼痛 或者经常会出现肚子疼啊 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疼痛 不舒服的这种现象 这个时候呢 就是你的阴血不足了 筋液不足了 它不能够去滋养你的这个筋脉脏腑和皮肤了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采用勺药甘草糖去缓急止痛 勺药甘草糖呢 它既可以治疗这种关节的这种疼痛 也可以治疗这种内脏的这种疼痛 凡是我们中医认为呢 是这种阴血虚的出现的这种疼痛呢 都可以采用勺药甘草糖去治疗 用法呢也是非常简单 我们买来勺药和甘草 一样抓一小把差不多6克左右 然后把这个两味草药放在一起 用水去煮 煮个20分钟左右 我们直接去喝这个水就可以了 或者呢我们经常可以加进去开水 热水去泡这个勺药和甘草 如果要是觉得这个味道不好的朋友呢 你可以放一点这个乌梅 可以放一点蜂蜜 放一点冰糖等等 都可以改善它的这个味道 这样呢喝起来呢 让你这个口感会更好 长期的饮用勺药甘草糖 对缓解这些关节的这种疼痛 缓解内在的这种这个内脏的这些疼痛 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